大陸解放軍包圍台灣六大區軍演進入了第二天 八點鐘一大早 共機又來了 從早上八點開始 國軍接連廣播 共機不斷侵擾台灣空域 甚至闖入防空識別區 國防部公布 截至下午五點 已經有中共軍機68架次 軍艦13艘次在台海周邊活動 其中部分越過了台海中線 對於共軍刻意漁越海峽中線 侵擾台灣周邊海空域的行為 國防部要表達譴責 國軍官兵也會以堅決的行動 捍衛國家安全 確保民主自由 不受威脅 果然大陸官媒周五也不斷放送戰機升空的畫面 裴洛西訪台前後 共機天天擾台 機型到底有哪些 從周四軍演首日看來 國防部說法 當天22架次裡面 包括了殲-11 8架次 蘇凱30 12架次 甚至還有兩架殲-16 不只戰機飛行 央視也藉著軍演的機會狂打宣傳戰 連解放軍架設飛彈的畫面 也要模仿電影運鏡來拍攝 周四共軍飛彈越過台灣上空 果然成了官媒每一節新聞都要大力吹捧的話題 我們的陸軍這個援火系統啊 射程是非常遠的 從數十公里到數百公里 可以覆蓋整個台灣全島 也就是說想什麼時候打什麼時候打 想怎麼打怎麼打 想打哪裡就可以打哪裡 想打哪裡就打哪裡 拿飛彈威脅台灣 這位教授說得臉不紅 氣不喘 不過比起前一天的炮聲隆隆 軍演第二天 福建平潭島 白天並沒有飛彈連發 不少大陸民眾原本想跑來湊熱鬧 卻撲了空 用我們課本上的一句話說 就是統一台灣 最好的辦法就是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沒看到長城火箭的旅客 忙著解釋 和平統一才是王道 解放軍軍演一路到星期天 難道飛彈恐嚇台灣 都集中在第一天嗎 中國真的不想要這個回復 而我們看著這些很震撼的照片 我們必須要記住 他們也在這裏導致的觀眾 因為中國的領導人 想要示出他們的民眾 他們正在掌握很嚴重 所謂的國家的誇張 美國CNN分析 共軍大動作軍演 主要為的就是做給大陸民眾看 展現政府放話威脅 事後絕對說到做到 中國歷史上飽受了列強的侵略 今天呢 仍然遭到美國及其幾個夥計 不時粗暴干涉內政 損害中國主權安全 但是中國已經不再是120多年前的中國 而第一天射飛彈 第二天靜悄悄 這樣的強烈對比 或許也在試水溫 觀察大陸民意動向 如果將來要走到五地統一這一步的話 我們可能希望說是以一種窮台困台的一個方法 可能是更多是從經濟 或者是從一些其他方面去壓制 讓台灣意識到自己走的這步棋 現在是走上一條死路上 受訪民眾的說法正好符合官媒宣傳 未來可能不登島作戰 而是包圍封死台灣的手段 當然除了對內宣傳 大外宣也同步進行中 大陸官媒播出內容裡 訪問的人 親一色反對裴若西訪台 也認為中共軍演恐嚇台灣合情合理 另外大陸駐法國大使盧沙野 更在接受法國媒體專訪時 說要在統一台灣後 對台灣人進行再教育 語出驚人 引發軒然大波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師也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andi axis 20 十 的